纽约高等法院,马蕊状告郭文贵强奸一案诉状,纽约最高法院诉状,原告,马蕊 被告,郭文贵,又名郭浩云,Miles Quark 原告马蕊,由Arkansas Beck律所律师代理,起诉郭文贵,又名郭浩云,Miles Quark如下 一,预先声明 一在过去几年中,被告人精心将自己的形象打造为一名政治意见人士,曝光中国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 二然而,这种伪造公众形象只是其烟雾弹,是其通过个人雄厚的财富和与西方世界广泛的人际关系包装出来的 三,被告人精心编造的故事不仅是为了自我满足,而且还是被告对包括原告在内的多名人员发起恐吓攻势的掩护 四,据此诉状,原告要求被告对其施加的多次性侵犯行为予以经济赔偿,以便被告,其曾逃脱多次刑事司法制裁,接受民事法庭追究 二,当事人 五,原告为28岁中国籍女性,在涉此案相关时间被被告雇佣为私人助理 原告发誓其诉状所陈述指控属实 六,被告为50岁男性,持香港,护照号KJ0398054,阿联酋,护照号J11F59997,护照,拥有香港,身份证号P7 七,被告增,且目前仍居住于纽约第五大道781号知名的Siri,Netherland酒店 八,根据下文陈述,被告被媒体描述为转变为政治活跃者的中国亿万富豪 三,管辖权和审判地 九,法院拥有此案管辖权,鉴于被告是纽约居民 十,审判的符合CPLR501条款,鉴于被告是本国居民 四,支撑指控的事实 十一,被告是知名人士,资产估值20亿美元 十二,上文以陈述,被告通过媒体专门塑造了个人形象 被以感言异议人士形象被称赞 其在曼哈顿奢侈豪宅中贸个人风险做出大量中国政府腐败指控 十三,因此,被告的指控引发一系列本地及国外媒体报道 被告被称为勇敢的举报人,虽然其也面临经济诈骗指控 一,被告开始对原告发起暴力恐吓 十四,被告利用在美国的关系,继续开展商业活动 十五,为此,被告寻找私人助理,并雇佣了原告 十六,原告被要求与被告共同旅行,至包括美国、英国、巴哈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十七,遗憾的是,原告乍看认为是好机会的工作,迅速转变向其从未想象的方向 十八,事实上,就在原告抵达纽约与被告共同后,被告强制收走原告护照,并不再归还原告 十九,被告随后建议原告称,鉴于原告已为其工作,他不可以再回到中国 被告警告称,如果原告回国,将被捕入狱并被虐待 二十,被告随后禁止原告与除最亲密家人外的任何人说话,并禁止原告与任何纽约本地或其他工作地点的人员交流 二十一,被告为实现完全孤立原告的目的,没收了原告所有电子设备 二十二,被告将原告从外部世界全面孤立,并声称自己是他的唯一救世主 二十三,例如,被告经常将原告限制在某一房间内并将房间上锁,直至被告决定将其释放 二十四,原告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因为其当时并不是一名流利的英语使用者 因此,其与外界沟通的几率,在被被告囚禁在一个非母语国家中的情况下,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二十五,由于被告的相关措施,原告完全处于被告的控制和监禁之下 二,被告在纽约首次强奸未遂 二十六,在对原告施加了身体与精神的控制后,被告开始发起热切的身体与精神上的恐吓 二十七,随后,被告开始了一系列性侵犯活动,原告未受害者 二十八,例如,某晚,原告正在被告住处,Sherry, Netherland酒店为其会客做准备 二十九,出于未明原因,在当晚将其代至放映室 三十,被告将原告代至放映室后,随即将门上锁,撕扯原告衣服,并对其进行击打 三十一,原告得以离开房间时,鉴于没有护照且无法和外界联络 三十五,且如果原告违背被告将面临安全威胁,所以原告持续被被告囚禁 三,被告对原告首次强奸 三十二,此后,在巴哈马,被告强追原告与其饮酒 三十三,随后,原告告辞回房休息 三十四,不久,原告被被告唤醒 被告骑在他身上并企图分开原告双腿 三十五,原告高声要求被告停止 但被告拒绝,最终暴力制服原告 三十六,被告在未得到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强制与之发生性关系 三十七,暴行结束后,被告将流血的原告独自留在房间 三十八,原告继续生活在对被告的恐惧中 晚上不得不锁上房门,并保持尽可能长时间的清醒状态 以防被告再次进入房间实施强奸 四,被告子二次强奸原告 三十九,强奸后,被告对原告的囚禁仍在持续 四十,第二次发生在被告伦敦Princess Gate办公室内 四十一,原告正在工作时,被告走入房间 四十二,随后被告将门反锁 四十三,被告直接走向原告,将其粗暴从椅子上拽起 四十四,被告将原告摔在地上,开始尝试撕扯其衣服 四十五,原告试图并持续做出身体反抗 四十六,此时,原告试图用手盖住牛仔裤的扣子 四十七,原告最终被被告暴力制服,强行将手分开 四十八,原告被制服后,被告扯掉原告牛仔裤扣子 将其裤子与内裤脱掉 四十九,整个反抗过程中,原告祈求被告停止 五十,被告拒绝,冷酷地告诉原告不要呼喊 五十一,被告将原告双手控制住,以防其继续反抗,并将身体压上 五十二,被告用腿分开原告双腿,随后实施强奸 五,原告逃离并向中国警方报案 五十三,最终,原告得以逃离被告控制 五十四,在一位英国律师的帮助下,原告发表了一封手写的个人声明,描述了上述内容,并向中国警方报案 五十五,随后,原告向中国有关部门提供证词并启示陈述属时,相关内容构成了本诉状主要内容 五十六,声明中,原告描述了被告在英国强奸后,于自己内裤留下惊艳的情况 五十七,接到报案后,中国警方将相关物证留存 相关证据是中国对被告发出第二章全球通缉令的依据 五十八,被告令人震惊且胆大妄为的行径 被告应对原告造成了严重且长期的身体与精神伤教 五十九,被告应对其非法囚禁,强奸,殴打等罪行负责 五,指控第一条罪行,殴打 六十,原告指控内容已在上文题集,完整陈述 六十一,如上文所述,被告对原告持续地采取了一系列监禁,暴力即性侵行为 六十二,被告对原告实施物理监禁,殴打,强奸 六十三,被告的行为包括对原告的殴打,并实际实施且对原告造成身体伤害 六十四,被告通过身体接触对原告施加痛苦的侵犯 六十五,这些接触是故意的,未得到原告允许的且本质上极具攻击性 六十六,这些接触未经允许,亦无合理原因,被告也未遭挑衅 六十七,被告清楚其行为未得到原告允许 六十七,原告承受的伤害完全是由被告一个人施加 六十八,因以上行径,原告经受了严重的身体与精神痛苦,及羞辱,且被限制人身自由,否则其将遭到更多伤害 六十九,因以上行径,原告所受伤害应获赔偿,待法庭判决,应不少于两千万美元 六,指控第二条罪行,强奸 七十,原告指控内容已在上文提及,完整陈述 七十一,如上文所述,被告对原告持续地采取了一系列监禁,暴力即性侵行为 七十二,被告对原告实施物理监禁,殴打,强奸 七十三,被告的行为包括对原告的强奸,并实际实施且对原告造成身体伤害 七十四,被告通过身体接触对原告施加痛苦的侵犯 七十五,这些接触是故意的,未得到原告允许的且本质上极具攻击性 七十六,这些接触未经允许,亦无合理原因,被告也未遭挑衅 被告清楚其行为未得到原告允许 七十七,原告承受的伤害完全是由被告一个人施加 七十八,因以上行径,原告经受了严重的身体与精神痛苦,及羞辱,且被限制人身自由,否则其将遭到更多伤害 七十九,因以上行径,原告所受伤害应获赔偿 呆法庭判决,应不少于两千万美元 七,指控第三条罪行,故意造成精神损害 八十,原告指控内容已在上文提及,完整陈述 八十一,被告的行径,包括对原告的囚禁,强奸,殴打,是极端,粗暴,完全不能被文明社会所容忍的 八十二,被告行为军署故意实施,对原告造成了极大的精神损害 八十三,被告的行为是原告遭受伤害的直接原因 八十四,原告被剥夺自由,遭受了严重的身体和精神痛苦 八十五,因以上行径,原告所受伤害应获赔偿,呆法庭判决 应不少于两千万美元 八,指控第四条罪行,过失造成精神损害 八十六,原告指控内容已在上文提及,完整陈述 八十七,被告的行径,包括对原告的强奸,殴打,对原告精神造成严重伤害 八十八,被告的行为是原告遭受伤害的直接原因 八十九,原告被剥夺自由,遭受了严重的身体和精神痛苦 九十,因以上行径,原告所受伤害应获赔偿,呆法庭判决,应不少于两千万美元 九,原告要求 基于以上,原告要求法院做出以下判决 A,对于第一条指控,根据法院判决结果,应赔偿至少两千万美元,并支付法定利息,罚金,律师费,相关费用及其他法庭认为合理合法的处罚 B,对于第二条指控,根据法院判决结果,应赔偿至少两千万美元,并支付法定利息,罚金,律师费,相关费用及其他法庭认为合理合法的处罚 C,对于第三条指控,根据法院判决结果,应赔偿至少两千万美元,并支付法定利息,罚金,律师费,相关费用及其他法庭认为合理合法的处罚 D,对于第四条指控,根据法院判决结果,应赔偿至少两千万美元,并支付法定利息,罚金,律师费,相关费用及其他法庭认为合理合法的处罚 E,对以上指控,对原告作出惩罚性赔偿 纽约 2017年9月7日 Arkansal Beck律师事务所马蕊原告律师Lisa Salbeck及Robert Angelillo 纽约莱克星顿大道750号25层 212-333-0200